学佛人就是要修掉心中的负能量 把自己的心变成心无挂碍 日日太阳照 照到心里暖洋洋 每天充满正能量 忧愁悲伤全跑光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精进修行需要智慧与悲心 仪式修成靠的是恒常的愿力和善心 师父还说 所以善男子善女人 很容易修成空性无我 仪式修成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本人真实分享 4月22日早晨起来 腰部的尾部就是腰眼疼 影响走路费劲 要弓着腰走路 不敢直腰 像一个猫着腰的老太太走路 细数完毕 马上给菩萨妈妈上香 针对腰部烧了七张小房子给要经者 还烧了一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明显缓解了疼痛 感觉好些 小房子真是太好了 太灵验了 感恩菩萨妈妈赐予苏婆苦难众生的法宝 可以去上班正常走路 但是在单位坐在椅子上 姿势不对的时候还是疼 感觉腰部不舒服 下午 我忙完有空的时候 念了两千遍药师灌顶真言 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祈求药师佛保佑 消除腰部的业障和疼痛 等快要下班 也念完了 感觉腰部 没有疼痛感了 走路和正常人一样了 真是太乏喜 感恩菩萨妈妈 太感恩师父 告诉我们念 药师灌顶真言 消除疾病和业障 感恩药师佛 我会珍惜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一事修成报佛恩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师 刚才我终于还是忍不住 在心里跟菩萨许愿了 月底前 先给药经者七张小房子 求菩萨保佑灵界众生 先能离开 先不要来搞我了 因为已经有很多许的小房子 没有念完 面对来药经的亡人 各种场景的灵界 面对这个六道轮回 人间烦恼道 心里有点麻木了 但是只是一个念头 短短几分钟 牙不痛了 头不痛了 不是亲身经历 哪个会相信呢 我是一个要么不生病 一生个小病 就像半条命没了的人 比如咳嗽 感冒 牙痛 看似这些很普通的病 在我身上 吃西药中药 一次喝一瓶制干壳的药 人都会喝得像中毒一样 但是并不会好 正因为如此 这次我买的牙痛药 又一次无意外被扔到了一边 吃了两天不仅没好 反而伤胃了 想呕吐 若不是前面师父提前来加持过 现在只怕更难过 弟子深深感恩 我会继续努力修行修心 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赐予弟子所有的一切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来自马来西亚 北马观音堂义工 在2014年11月17日开始念经 大约三个星期后开始念小房子 在2016年8月14日 我们夫妻一起在马来西亚宾城法会拜师 我有非常严重的便秘问题 已经困扰了我很多年 我尝试了很多方法 还是无法解决困扰我多年的便秘问题 在2022年 正月初一 我祈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慈悲保佑我早日摆脱便秘的困扰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慈悲闻生救苦慈悲保佑 让我遇到了适合我的产品 2022年3月18日 临睡前我开始服用 第二天困扰我多年的便秘问题 轻易地解决了 非常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慈悲护佑 感恩分享 这位童修分享道 三月底的时候 我梦到会有感情节 梦中 我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个男的 下车时 我没有穿裤子 我已经许愿清修 这浴室 遇到这个男人后会让我违怨 我住在老城区 工作在新城区 平时坐公交车上下班 针对感情节 我许愿了一万遍消灾即将神咒和一万遍姐姐咒 49张小房子给要经者 27张小房子化解感情方面的冤结 并放生1200条鱼和许愿现身书法 平时在公交车上我会随缘度人 当梦中再次提醒我 公交车上将发生感情方面的事情 醒来时 我心中念着一首寄语 醒后却记不起来 我知道这是菩萨在加持我 这个节即将到来 平时 我有几辆不同的公交车可以选择 因为不确定会在哪辆车上遇到 为了避开缘分 我换成骑电瓶车上下班 那时正好遇到下大雨降温天气 又湿又冷 慢慢长路 我只能当吃骨宵夜 几天后 梦境提醒我继续去公交车上度人 梦中公交车上 有人拿着我接远的学佛资料 我以为节已过 又回到了公交上 没想到过几天 梦里急迫提醒有危险 我抓紧利用早晨时间去放生 未完成的小房子 用了平时辛苦积攒的自存小房子 很感恩这时候 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两个有佛缘的人 一个人听了我的分享后说 也要念经 一个人几年前接触过心灵法门 认识后 他说感恩我的点话 又在许佛缘 有时候 我会莫名其妙地 落下自己计划坐的那辆公交车 而在下一辆公交车上 遇到永远人 在这样的不知不觉中 这个节已经过去了 很感恩菩萨帮我用佛缘 替代了情缘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讲个笑话 台长不讲笑话难过的 一个很好玩的笑话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啊 很多人不了解情况 脾气特别大 就想好像觉得自己 像护法神一样 觉得他自己 一定要做个什么事情 觉得自己很庄严 实际上你这个人间 修心修行 学博啊 你一定要了解佛法 你做人做事情 也要了解佛法 这个笑话说 有一天 有一个年轻人 这个刚很好强的年轻人 他早上上街 上街之后呢 他看到了街边上呢 有一个卖豆浆油条的老大爷 他就说 老大爷 我吃豆浆油条 坐下来吃点东西 他坐下来了 突然来了一个城管 城市管理的人 来到老大爷的摊子上 拿起油条就吃 拿起豆浆就喝 这个老大爷 吓得话都不敢说 还不住地陪笑 这个年轻人一看 非常讨厌 他看不惯了 他说 我最不喜欢 欺负老人家的人了 火爆脾气 马上上来 冲过去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三拳两脚 居然把个城管 就打倒了 这时候老大爷 不住地喊 你有病啊 你有病啊 你打我儿子干什么 你打我儿子干什么 鼓掌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常乐我尽是智慧 烦恼忧伤 视为谁 业障来时 波惹志 无业无障 无有事 平安吉祥 过一世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